我們3D模型的話 除了我剛剛去的第一個 第一個我最喜歡介紹是因為不用注射 然後就可以直接下載 那其實下面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那麼你往下再走 在這邊 還有一個我覺得蠻不錯 像我們剛剛有那個101啊 有沒有還有總統府啊 就是這一種叫3D Warehouse 那這個的話其實是什麼 是我們這裡也有裝 有一個叫做Google的Sketch Art 有沒有有聽過 在Google Google這裡 哎呀 Sketch Art 這裡 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的話其實也有很多人用它 來做一些設計 也不錯 那它跟Sketch Art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Sketch Art它本身的設計工具是比較少的 也就是說你去自己自訂的 那Sketch Art就比較你可以自己去畫東西 好畫東西 但是呢Sketch Art它的輸出 就沒有像我們Street Loan才能那麼漂亮 它本身的這個所謂的 算圖的功能 是要跟其他3D軟體去搭配的 所以各有優缺 那它也有就是提供免費的版本 所以購買上 也我記得費用也不是很高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用一個再學一個3D軟體 這個也是蠻不錯的 也蠻不錯的 那你看我們在進到它的這個網站 有沒有看到101 有的齁 剛剛就是從這邊來的 還是你覺得101不好那個杜拜的 對不對 這裡也有 你可以找到像 我有上次有看到也蠻特殊的 它的缺點就是它的Render 你看這樣看出來裡面比較卡通一點 對不對 那你可以找找看它裡面還有蠻多類別的 你看像這個牆 有沒有很多牆壁的 所以你們家的那個外面的圍牆有沒有 庭院的 是怎麼可以用這種的呢 拿石頭來砸自己腳 沒有開玩笑 因為這個很貴耶 你要去找一下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也可以找找 你看剛剛有同學說要這種的 你可以自己準備一下 庭院的就鋪上去了 那它的檔案呢 這一種都不很大 都不很大 你看它有幫你做好分門別類 或者你要車子的啊 還是這個是完整房子的 這邊都有 你看連這個好像這是窗簾吧 像它這邊有很多張 它就做的比較細 如果你要這一種的 磚瓦的 好假設我們要這一種牆好了 點到它 好這裡有那個叫download 你把它按一下 重點來囉 請看有沒有很多種格式 我們要哪一種你知道嗎 這一個應該可以 上面這個是那專屬格式 所以就不用看了 一個是這一種 你可以稍微嘗試一下 我先試一下好了 我忘記這個行不行 我印象中好像是可以 另外有一個像我們 在首頁看到的那個 101 或者像類似像杜拜 杜拜的 比如說像這裡 你看滑過來 很特殊的格式 有沒有叫Google Earth 有看到的嗎 KMD 這個可以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 你看這個才3MB 甚至小的 甚至小case 那我就把它這樣丟進來 那今天呢 你用這些格式 如果你不想要解壓縮 我們剛剛是不是都先在這邊 先把按右鍵解壓縮對不對 如果說是屬於他辨識的種的格式 其實你會進來的時候 也可以不解壓縮 直接把壓縮掌丟給他 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稍微試看看 你看這裡 我把它丟進來 如果他認得懂 看到 直接進來了 你不用解壓縮 他就放進來了 這樣 有沒有 你的 你們家的牆壁有更多選擇 嗯 這樣 開始 對原藝有興趣了嗎 真的啦 其實 模型就是這樣 以前這些模型都要怎麼樣 花錢買 因為如果你不會自己做 網路上 或者是外面跟人家買 很貴 很貴 現在真的不一樣 現在真的不一樣了 那我們到這邊 所以 這麼多模型 給各位就試看看 但是還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在3D端裡面 模型越多 越複雜 你的操作 一定會比較卡 尤其電腦相機比較差 顯示卡比較差的 你馬上就知道 要該花錢 升級一下 好 來還給你囉